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所谓的变压器 最简单的一个装置 不明思义就是 你是变 那就是换句话说 对这整个的进来 我们说我们进来的一个电压 那这个电压的大小 我们说 所以时间应该改变 那当然这边的电压 那经过了这个专制以后 我们看到它出来的 OK 我们看到这个出来的电压跟电流 那经过一个负载 好 那这两端的电压呢 已经跟这两端的进去的 input 的部分 跟 output 的部分已经不同了 OK 所以我们看到原来 input 的电压被改变成 output 的变压了 那这是我们主要电压器的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示意图的部分 它整个的电压的部分的话 其实这是跟我们的电路上面的话 在之前我们也讲过就是说 其实这个是我们可以类比过来的 我说一个这个voltage 然后一个电流 经过一个负载 到磁里面 对应的话 这个voltage 的部分 也就是emf 的部分 就变成mmf OK 那mmf 是等于多少 mf 就是等于我们的这个渣速跟电流I 的部分 然后电流的部分呢 就相当于流过的flux 那整个电路上面的负载呢 现在呢你就变成是我们的磁组的部分 OK 那这个是磁组的部分 那利用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实况之下 换句话说 最基本的概念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你这个flux 流过多少的电流 你把它sum起来 就跟你input的emf有关系 mmf有关系 那input的mmf的话呢 我们可以nii OK 那利用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 上面这个关系是我们要怎么样来看 首先去看一下 这是n1扎导线 这是n2扎 OK 那你现在你看到 这个部分 给的mmf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n1 i1 那它的方向呢 OK 你记得 你的电流的方向 是这个方向 所以你看到 这里的mmf的上方向 是正 这个啊 方向是这个方 我们刚刚大拇指说 指的 把它握起来握你的电流 好 那这边呢 一样的 电流 然后方向也是这个方向 但是 对它来讲的话 它的方向 跟它的方向 刚好是什么 很像你的电池是 正负 然后接的一个电池呢 是正负 那这是n1 i1 那这是n2 i2 所以你现在是n1 i1 要减掉 n2 i2 它等于 流经这里面的 5 然后乘上 r r是你的 这个 词组的部分 那这词组就是跟 mu s 跟l有关系 OK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啊 这个关系是 好 所以你把它放进来 n1 i1 -n2 i2 就等 mu s l 乘上 plus 我们说对一个idea的 transformer来讲 最好的情况 就是这里面的磁性 借词 mu呢 是趋近无穷大 那如果你把它趋近无穷大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看到 n1 i1 -n2 i2 那 换句话说 你现在马上看到 n1 i1 n1 比n2 跟你两端的 电流 乘 反比 这件事情 已经非常清楚了 这一个idea的transformer来讲的话 mu 趋近无穷大的情况之下 进来的电流跟出去的电流 其实已经决定 你这边多少扎 他的电流 就已经是跟他的这个成反比的情况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ok 那你现在也看到 一旦你知道你的电流跟n1跟n2 是呈反比的情况之下 是呈反比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看到 那我们看到 1500 跟随着时间的改变 它就等于n1 ok 然后 d5 dt 就是 这个的电流多少 其实 跟里面的fluss 的改变量是 这里面的感应电动式 这边input的电动式是多少 其实是跟这个整个fluss 是呈比例的关系 ok 好 那你现在看到它呈比例关系 同样的对output的 这两端的这个电位差的部分 也是跟这里的fluss的变化 呈比例的关系 那这边有一点 这里面的fluss的变化 跟这边的fluss变化 其实是相同的 换句话说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 我两端的感应电动式 或者说我input的电压 跟output的电压 之间的比例关系 一雄1比一雄2 就等于n1比n2 ok 这是 我们看到的 所以 n1跟n2的比值 已经决定了 output的 这个电流跟电压的值 这是第一个 那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我说 既然你已经知道 一雄1一雄2跟i1跟i2 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那我们把 一雄1跟i1的比值 这个比值 这个比值的话 其实就是input的 有效电阻 ok 那这个电阻是等于多少 这有效电阻呢 是等于多少呢 我们把一雄1带进来 一雄1的部分 那我们直接从这边来好了 一雄1是等于n1n2 除以 一雄2 那i1呢 i1呢 是等于 一雄2 那你马上也看到了 我们把它比一下的话 这个是等于 n1比n2的平方的 一雄2比i2 那同样的 你既然可以定义 这是input的 有效电阻的话 这也可以定义成 opt的有效电阻 就是opt的有效电阻 那这边opt的有效电阻 是等于多少 就是我们的负载的部分 换句话说 这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负载 ok 换句话讲 现在你看到 你的 这个input的 这个有效电阻呢 实际上 跟opt的有 之间的 负载之间的关系 你直接就可以把关系式写出来 那在我们这个电路的用语上面的话呢 我们一般我们把这个有效电阻呢 就叫做主抗 impedence z z 那我们说这个 是等于 是等于 n1 比n2 的平方的字 ok ok 这是 我们所谓的 主抗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 所以 input的主抗跟 这个 这个负载的部分呢 他们之间的比例 对一个idea的transformer来讲的话 非常清楚的是跟 这两个 啊 扎数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 整个结果 刚刚已经讲了 是在一个idea的transformer 底下 就是mu 趋近无穷大的条件底下 我们看到 mu不是趋近无穷大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现在你看到的是 这个关系是 你就不能简化 这边就不是零了 ok 那 我们把那个关系是 n1 i1 -n2 i2 就等于 mu s l 然后flux 我把它做一个 啊 这个稍微的变化一下 我说 这边 乘上n1 那 我知道的 n1y就是我们的lock 这个linkage ok fluxlinkage 那就是 lambda1 就是n1y 那 依照这样子一个情况 把它移向一下 我们就变成 l分之 mu s 短 一过来 一过来 n1 平方 i1 减掉 n1 n2 i2 这是第一个 ok 那同样的 我把 lambda2 就整个 乘上n2 那fluxlinkage 对 这个部分的fluxlinkage来讲的话 那就是lambda2 lambda2呢 就是n2 5 那你看到n25的部分 把它移向过来 就是l分之mu s 这个 n1 n2 i1 减 n2 平方 i2 ok 所以现在你看到了 在这里面我们有几个物理量 我们必须想要引进来 第一个物理量是 我们必须要引进来我们的这个质感值 l1 ok 那还有负感值 l1 2 那l2的部分 其实我们的定义是lambda12 然后i1 l1呢 我们的定义是lambda1 i1 ok 所以我们看到 你现在lambda1已经有了 lambd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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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l2 lambda2 lambda2 i2 ok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 我说 对左边来讲 一选1 n1 是n1 d5 d5 d2 这你已经知道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把它带进来 l分之μs 的部分 然后n1 然后n1 平方 d1 d1 d7 减掉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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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换句话说 issue 1 你现在可以写成 L1 DI1 DT 减掉 L1 2 DI2 DT 这是我们 在 这个 第一个关系 OK 那同样的道理 issue 2 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 issue 2 这边N2 D5 DT 那也是这一项的部分 这一项 就是你的负感值 DI1 DT 减掉 你的负感 L2 然后 DI2 DT 所以 我们把这两项 它跟它的部分来比较一下的话 你会看到 对idea的transformer来讲的话 这一项 OK OK Namda1 就会是Lambda2 那换句话说 L1 2 就是L1 L2 所以基本上面的话 这是我们看到 那对一个 对一个 Lior的Transformer呢 它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它L1 2的部分 跟L1 L2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说有一个比例常数 K 那这个K呢 就包含的 一个Coupling Constant 当然K的值 很明显的 它是小1的 一个物理量 所以 这是对 Idea跟这个 Lior的Transformer之间 有一些些的 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当然我们会希望 整个Linkage 全部通通是 在这里面 所以Mu去 最近无穷大的时候 是一个Idea的 Transformer的部分 OK 所以我们常常 我们会把 这个Transformer的线路啊 OK 我们就变成 我们怎么画它呢 我说基本上面是 这边是有N1扎的导线 OK 然后Link 到N2扎的导线 上面 然后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负载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Input 那 中间的部分 由于你们是在 这个 两个有感应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 这整个 这个半部 就是我们所谓的 Idea的 Transformer 当然 对一个 Rare的这个 Transformer的部分的话 没有办法 像这么干净 利落的部分 就是我们这边 我们看到的 Ision 1的部分 不只跟L1有关系 跟L1 2有关 所以 你会看到 在这里面 有一个持组 那这边呢 也会有持组产生 那 这两个持组 为了 我想 这两个持组的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是 这些导线 本身不会是一个 没有电阻的 所以你还会有一些 电阻是属于导线 所引起的 所以你这边可能还会 加上一些电阻 那这个电阻呢 是 由于导线所引起的电阻 这边也可以 一些电阻 导线所引起的电阻 所以 基本上面 我们在一般来讲 你在看Transformer的时候 最单纯的情况之下 就是Idea的情况 是我们所关心的 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两个关系是 这是Lear的Transformer的情况 之下的结果 那这个LearTransformer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只是把N1乘上去 跟N2乘上去 然后你可以看到 你的结果是这样子 那这个结果的话呢 你把它 这边除上I1 这个除上I1 这个除上I1 OK 那换句话说 这边I1 I1就消掉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 如果是依照我们的 一个定义的话 就是L1的部分 那在这边的话 你会看到 这个L1的部分 如果依照定义 这是L1 你会看到L1的话 不只是 这一项 而且还有 这一项 出来 那在这里 我们实际上 我们看到这边的 L1的部分 是我们定义是这一项 然后Lear是这一个Trans OK 你知道问题存在哪里了吗 同学问了一个好问题 我们说我们平常 我们的定义 我们在讲字感的时候 就是 L1 是等于 Lambda1 除以I1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Lear是等于 Lambda12 除以I2 OK 这是我们之前的定义 那如果 从这个关系式里面 你直接看的话 我除以I1以后 就是L1 L1以后的话 这边的话 这一项 跟我们在底下 看到的 质感的L1 是有差异的 OK 理论上是应该要有两项 的情况 那 这样你们懂 问题存在的地方吗 OK 但是你注意看 这个地方可能 我没有把符号弄到 让你们一下子 我这样子看好了 你这个Lambda1 这个Lambda1的部分 跟这边的Lambda1 可能有一些些的一个 我们说我们应该是 一些些的不同 因为这是Real Transformer的情况 它其实是已经有包含了一些 额外的东西出来 我们直接看 如果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线圈的话 你们都细算过 N万渣的导线 然后它的电流 它的节 长度是L 然后节面积是S的话 那你可以马上去计算 到你的 这个质感值 是这个值 那你N万渣的导线 如果你现在在缠一个 N兔渣的导线上去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计算你的质感值 这个质感值就是这个值 OK 所以 这一项跟这一项 基本上面这里面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可能 我必须把这个的 Lambda 就是Fly Linkage的部分 把它再规范一下 就是说 这里面所谓的Lambda 的1 就是Fly Linkage N1的5 这个5 已经 已经不是单纯 这一项的东西了 就是说 这里面的Flux 这里的Flux 已经 不是 没有这个 的Flux 了解意思吗 这里的Flux 已经 受到什么影响 受到 这边 导线 残闹 的感应电送是 给它 Fidback的影响 OK 如果我没有 残闹这些导线的时候 我的Flux 跟我有残闹 这个导线的时候 的Flux 它已经是什么 不一样 所以 在这边的 Lambda1的部分 是单单纯纯指的 我 单纯的 只有自己的 而已了 这边已经存在 其他的 所以 你不能直接 把这里面 当成是这个 所以 如果 要 比较 比较 区分一下的话 你把这个 Lambda 跟这个 Lambda1 把它做一个 区隔 OK 这边的 Lambda 你可能 再给它 一个 一杠好了 那这边 你就不会 有 发生问题 所以 你现在 你看到了 一个 有趣的 东西 就是 你刚刚 看到了 我们刚刚 讲的 就是说 基本上 你的感应电动 是一雄万 并不是 只有 平常 我们没有 那个 第二线圈 次线圈 的时候 那你这边的感应电动 给的东西 OK 这是刚刚同学提了一个好问题 然后 在这边你们再稍微注意一下